不想分手 毒死女友在吞咬难过救 在旅馆人员带领下警员赶紧进房 入内后 廖姓女子躺在床上以中毒死亡 发生命案的是高氏凤山这间汽车旅馆 警方调查44岁的廖姓女子和林姓前男友分手半年多 但对方一直纠缠 昨天凌晨两点半两人相约在汽车旅馆碰面 前男友拿疑似餐药饮料给她 在这个云安子城市的旁边有一些吼吐 我们认为这个死因不单纯 疑似有踏杀的行业 警校赶到时 女子死亡 前男友精神恍惚躺在地上 送医获救 检出庭内有镇定剂反应 事后她向警方坦承不满女友认杰心欢才未读 在送医的过程当中 有说过这个要同归一进这样的话语 死者姐姐则表示对方向妹妹借150万没还 可能是还不出来才欲谋杀人 地方众星高雄报导